接下來我們來改變壓力 改變壓力通常是對氣體的作用 如果我加壓就朝減壓 如果我減壓就朝增壓 那我們講過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壓力 比如說溫度 密閉空間溫度高壓力大 比如說分子數 同樣的體積分子數越多 壓力就越大 所以看這個就是朝 分子數變多的壓力會變大的 分子數變少的就是壓力會變小 你就知道會朝左還是會朝右 增壓的數量什麼之類的 OK 當然你會改變體積 體積越小壓力會越大 OK 但是我通常是看末數 好來 請問你加大壓力朝哪邊進行 加壓 加大壓力 往哪邊進行 要朝減壓 如果是同樣的體積 減壓就是分子數會變少 OK 來 來 這其實用勒沙特的原理也可以猜得出來 可不可以講錯 用那個哈伯法治安也可以猜得出來 4號 4號 這個壓力就朝分子數變少 前面是1加3是4個分子 右邊是2個分子 所以就朝右 所以加速鞍生成 我為什麼用說哈伯法治安可以知道 哈伯法治安要產生高溫 高壓嘛 高壓有力鞍的生成啊 所以哈伯法治安 所以哈伯法治安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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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前面已經寫了下 又再大聲向左 減壓就要朝增壓嘛 增加分子數嘛 增加分子數嘛 所以就要向左啊 因爲我前面是一加三是四個 後面只有兩個啊 OK 好 溫度欸 顏色應該要背哦 我們背過了aps氧化蛋 紅中色 我們背過了 對不對 然後四氧化雞 五色還有熱 熱多 熱少了藏哪邊 跟一樣 熱刷特樂園裡 增加溫度是熱多 增加溫度是熱變多 熱變多要從哪bir進行 顏色怎麼變 熱變多,那邊進行,可愛的小女生,可愛的小女生叫做,二號,對,二號,講義上有,你管我,叫左,請說,朝左,熱變多,右邊變多,反應多了,送人家叫做朝左,顏色,請給你看了,無色變成紅中色, 所以所謂的顏色會變身,顏色會變身,OK,那如果降溫呢,降溫呢,降溫會藏哪一邊,那就很簡單啊,可愛的大帥哥,帥哥哪個叫做,二,二十二,起立,快點,向右,向右,向右,五,四, 三,二,右,請坐,向右,降溫就熱少,右邊變少,跟人家要,向人家要就朝右進行啊,上面寫的顏色從紅中色變成無色,表示變淡,還有注意喔,這一題因為都是氣體,所以我會考壓力,這一題都是氣體,所以我會考壓力變化,壓力影響,OK,好,這就是, 所謂改變溫度的結果,這個催化劑,沒事,加入催化劑,會同時改變正反應速率,也改變逆反應速率,改變的一樣多,所以,結果要總和叫做沒影響,加催化劑,總和叫做沒影響,沒事, 所以不影響化學平衡,原來平衡的還是繼續平衡,這就是跟各位介紹,會影響到反應,我們化學平衡的一些因素, 樂沙特的原理,請你記好,OK?